1.成年术管理 1.输果 1.输果时间 1.输果方法及对象 输果前,首先计划好珠产量 按珠产量决定全数留果个数 一般5-7年生数留果150-200克 产量就有10-13千克 输出对象 一是输出少叶或无叶果汁 二是输掉多余挂果果汁 三是输出多余果汁上的全部果 仅保留果汁 四是输出小果、畸形果 最后达到一个结果母汁上 有4-5个果汁 一个果汁保留2-4个果 既强汁上保留4个 中庸汁上保留3个 弱汁上保留2个 二、绿汁修剪 由于猕猴桃萌芽力、橙汁力都强 汁繁叶茂 同时,有的园在冬季修剪时 流汁太多、太长 导致树体阴壁 不效养分损失大 严重影响着正常的涨烧和结果 绿汁修剪是在伤流期后、泄花后开始 修剪方法主要有 一、回缩 一是回缩冬季对结果母汁修剪时 留的过长部分 一般一个强壮结果母汁 短留6-8个芝满 中庸结果母汁留4-6个 弱结果母汁留2-3个烧 二是回缩发芽不全的结果母汁 一、二、输芝 输芝是抹牙不及时或冬简不彻底的弥补工作 主要输出各类无用汁 即结果母汁浊生多余的结果汁 过密汁 气弱汁 病虫汁 枯死汁 无用的土长汁 重叠汁 缠绕汁 背上汁 下垂汁 三、摘叶 摘掉容易接触到果实的叶片 避免叶片在封瓜时擦伤肉活果实 果实形成伤痕 四、摘芯 要分析进行 摘芯的目的是促使加粗生长 控制养分消耗 主要是对需保留的发育汁、土长汁、结果汁等各类枝脉 按要求长度在明显弯细或弯曲生长尖端及时摘芯 即发育汁在100厘米左右处摘芯 结果汁从最后一个果向上属保留7至8片叶处摘芯 可利用的土长汁在1.2至1.5米处摘芯 对较弱的发育汁、结果汁在明显变细处摘芯 熊树修剪 熊猪在冬季修剪时为保留足够的花量 一般墨进行修剪 所以在泄花后要及时修剪 修剪的主要方法采用缩梳 回缩更新 输除弱汁、蜜汁 修剪的程度与冬季修剪相同 三、变成防治 本月有大量病虫开始危害 是防治的关键月份 一、戒壳虫 危害猕猴桃的戒壳虫为桑顿戒 以成虫或弱虫危害枝干、果实 致使树干死亡、果品质量差 桑顿戒的弱虫孵化期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 是药剂防治的最佳时间 一、药剂选用 果胜、煎液、勒斯本、祸戒松、滴滴味、蜂梅肌 这颗虫发生严重的原子隔5至7天一次连续喷杀两次 二、凭小卷液额 该虫以幼虫危害幼果 对果实危害性极大 严重影响着果品质量 幼虫涮果危害集中时间是泄花后20天左右 适用药防治的游压时期 药剂选用 药剂选用滴滴味、蜂梅肌、叶扫力、大封城等药剂进行吞杀 四、病害防治 本月有几种严重的真菌性病害开始危害 即灰梅病、褐斑病、黑斑病、腐蜀病 这些病不仅危害叶片、花 还危害储藏期间的果实 这几种病可以用相同的杀菌剂一起防治 分别于五月上旬、中旬、下旬各喷一次药 药剂选用 甲基脱布金、蜂梅底、多菌磷、拜森母心 绿响二号 药剂要进行交替使用 四、中耕除草 在原类土壤板结时要中耕 中耕的深度约10厘米左右 避免伤根 有草的缘要及时除草 除草方法 一是人工方法除草 二是地面可用除草剂除草 除草剂可选用 菲达、春多多 喷药时避免喷到树干 五、追施肥 本次追肥是果实膨大 枝难望长所需 施肥时间是在泄花后25天左右 以5至7年生树为例 每亩施猕猴桃专用活性肥75千克 本肥是以有机、无机、微生物菌剂结合大中微量元素的新型专用肥料 特别是根据猕猴桃生长中所需各种养分专用配置而成 是生产绿色食品的专门肥料 施肥后 不仅能壮术增产 提高果品质量 还能提高其抗郁性 在无猕猴桃专用肥时 每株湿尿素150克 过磷酸钙150克 绿化钾100克 施肥方法 主要采用勾湿 既在猕猴桃行间跟间集中分布范围 挖宽20厘米 伸15厘米左右的勾 先将肥料湿入勾内 再灌足水分 然后附土钙盐 六 浇水 细化后30天是果实膨大期 枝繁叶茂 是一年中需水量最多时期 结合追尸肥 同时要灌足水分 才能促使稍果正常生长发育 七 叶面追尸营养元素 一是在泄花后与泄花后30天 分别喷一次植物生长调节剂 爱多收4500倍 爱多收可促进猕猴桃代谢 增强术势 提高产量和品质 二是 在泄花后喷钙元素钙宝1000倍 可增加果实含钙量 提高果实硬度 延长储藏期 二 幼树管理 一 中耕除草 有恶性杂草必除 土壤板结后必耕 中耕深度 以不伤猕猴桃根系为益 二 地面追肥 从抽烧20至30厘米高至8月份 每隔20天 每株追尸25至50克尿素一次 隔一次 在尿素中加湿0.3%至0.5% 磷酸二氢钾 追尸方法 主要是对水进行浇湿 或撒湿后浅根于中土 然后灌水 三 叶面追肥 在生长季节 气温18至25摄氏度 隔15天 轮换喷雾一次 0.3%的磷酸二氢钾 或0.3%的尿素 会用0.2%磷酸二氢钾 与0.2%的尿素 混合喷湿 喷肥时 要避免高温天气 晴天 一般在下午4至5点后 阴天 全天 均可喷湿 四 接抹覆盖 由于本月气温 地温逐渐增高 应接去树盘上覆盖的素抹 覆盖 接抹后 再用杂草 稿杆进行对树盘 或全圆覆盖 覆盖厚度20厘米左右 覆盖时 要晾开根筋 并用少许细涂压实 覆盖后 为避免蜗牛危害叶片 可在覆盖物上 撒上石灰或草木灰 5.摘芯 对变细弯曲生长的幼苗 要及时摘芯 让其加粗直立生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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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